每天什么时候运动减肥最合适 积极的体育锻炼呢 是我们预防减重的一个非常 预防肥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当然锻炼的时间和内容 在预防肥胖的上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我们推荐的锻炼的时间啊 应该在每天的傍晚是比较合适的啊 也就是每天的五六点钟之后 五六点或者是到黄昏 这个时间来进行减重呢 运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吃过晚餐 也就是晚餐之后啊 来那么我们适当的可以消耗 晚上社区的晚饭社区的能量 防止呢我们就是吃饱后呢不动 然后又到睡觉造成有能量的蓄积 这样呢在晚餐之后 并且呢我们在运动后呢 如果不做大量的加餐 如果是不饿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空腹 就直接的这个不再进食进行睡觉 如果实在是饿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能量的 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 酸奶啊这些食物 那么这样长期坚持呢 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减重的效果 这里反而不建议大家呢 很多在早上很早的时候来进行这个运动 因为如果我们在减重期间 我们是会适当的控制我们的饮食量的 也就是晚餐呢你不会吃的过多 那么经历了一夜的睡眠 一夜的空腹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如果你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 再去做运动 这样就很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的情况的发生 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也建议大家把运动的时间呢 挪到晚上比较合适 我会适当的减重的时间呢 我会适当的减重的时间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